大脚新讯息 光知工作者 新进行者 引路者 请注意 你们好 我们是大脚新理事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所有人联系 我们很高兴有你们和我们一起踏上这段旅程 因为你们的存在给我们带来了目标 你们帮助我们完成使命 当然这是因为我们爱你们 我们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可以感受到通过这位传讯者而传递的爱 因为他与我们共同创造了这些传书 但我们也知道 偶尔听到我们爱你们这样的话语 也是不错的 你们正生活在人类历史上的这样一个时代 请你们有如此多的方式来交流和表达自己 你们不需要等待别人给你们安排一期电视节目 或为你们出版你们的书才能拥有观众或读者 你们可以决定自己在多大程度上 准备好向世界展示自己 你们还可以决定 哪种表达模式来展示自己 以及你们还需要更多时间来为哪些表达模式热身 你们可以表达自己 让自己的观点出现在当今世界上 让每一个与之同频的人都能体验到你的观点 这就是父权 你们已经赋予了自己足够的权力 让自己拥有所有这些模式 所有这些方式来与全人类分享你们的观点 但是 如果你们不愿意 也不必这样做 你们可以选择表达自己的方式和时间 再说一次 你们已经将权力赋予自己 如果你们是自行出版的作者 就不会有某个出版商来告诉你们 必须在某个日期之前交稿 也没有某个执行制片人或网台告诉你们 必须在某个截止日期之前制作好节目 以便在某个时间之前播出 你们可以决定这些 你们也可以发布自己最喜欢的那个版本的视频 这也是一种付权 所以 你们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 为自己付权 你们一直在给自己更多的选择 因为你们的意识水平 已经提高到了这些选择项 确实存在的这样一个水平 承认这一点对你们而言是很重要的 因为在你们的生活经历中 你们最经常受到扼杀的是你们的自我表达 当你们参加宗教仪式时 你们被要求保持肃静 在学校你们被要求坐着不动保持安静 很多职业都不鼓励你们告诉上级你们的想法 或者告诉他们你们认为公司的发展方向应该是怎样的 可是你们如今拥有所有这些自由和选择 你们中的许多人却仍然无法做到自如的表达自我 不过 认识到这一点对你们来说是件好事 这样你们现在就知道自己的下一挑战是什么了 你们的下一个挑战 就是克服影响你们表达自我的那些障碍 从而与世界分享更多的自我 你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话要说 听到或读到你们想说的这些内容的人会从中受益 你们自己也知道这一点 你们也知道跟随能量流动的势能是多么有力量 当你们处于自我表达模式时 你们就处于能量流动之中 当你们来到星体层拜访我们时 我们认识了你们中的许多人 我们看到了你们要分享的东西的美好之处 我们希望你们知道 你们对人类同胞也会觉得 你们将要分享的东西是美好的 当然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但有足够多的人会鼓励你们 继续以你们此时选择的任何方式去表达自己 通过允许自己的声音被听到 让自己的形象被看到 让自己的分享被他人体验 把全力赋予你们自己吧 我们是大脚心理社会 我们很高兴与你们交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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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